淘宝改变了购物 微信改变了社交 我们未来会改变出行 老大说我们要改变人们出行的事 说实话我没太多 你们这个不是喘销吧 但我来了 工作其实很猛 一个月以后 这个城市就是我们的了 大家咬着牙过 你们赶紧过来吧 我发现这儿 这儿车特别多 夫人分你都别吹我呀 夫人分你都别吹我呀 夫人分你都干嘛呢 夫人分你都干嘛呢 站住 夫人分你打得好吗 站住 给你们这个滴滴是什么车呀 安全和公司不上链 就离着一百米就这么长 不见看不见 没有谁知道公司明镜是不是还活着 喂老公 这几天我有事 你不去家了 你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然而滴滴的生于死 却真切和每个人 牢牢绑带了一起 你天天搭手机在那看来看去 哥 玩的 我们回不去一些关 好吧 我们医院没有IH阴性血 就是熊猫血 特别稀有 不好意思 对不起对不起 我给忘记了 在忙碌中 我们失去了什么 又编造了多少无奈的谎言 有些微小的温暖 撞击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坚持也似乎在慢慢改变了什么 你们知道谁有熊猫血啊 李李超老师家里一位都选择 师傅 张滴滴啊 对 你也想用我吗 没用我 回回用 哎师傅 太感谢您了 谢谢 不好 这么辛苦 对身你 今 老大的梦想变成了每一个小局人的梦想 如今 老大的梦想变成了每一个小局人的梦想 拍张 我们坚持 刚刚被我吵枭了 真的吗 刚刚的 我们坚信能改变大家的处心 我们才刚刚处犯 我们在路上 在一起 我们是改变世界的小军人 我是小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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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人 我是小军人 小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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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军人 我是家乡特别厚 以前古代的时候 连土匪都不愿意去 现在我第一次在我们家乡发现 居然可以用滴滴 我觉得我做这份工作 特别的有价值 我是适用车事业部的研发人员 我每天搭适用车上下班 经历环保 跟车主说我就是滴滴的 特有成就感 在滴滴两年时间 从一个屌丝男 变成了现在呢 又高又帅 单了 不帅富的 一个商务精英 孩子帮我下车软件 一步一步教会我 酒也不喝了 我们家庭比原来是越来越好了 在记住弟弟以后 手机是影响人 两个人感情 是最重要的问题 长时间一种积累的爆发 气息的粉粉的 确实实不容易 谢谢我老公对我的支持 这是我喜欢 在年初的时候 我把我刚六个月大的孩子送回了老家 作为一个父亲 在孩子最年幼最需要父亲的时候 却没有陪在孩子的身边 真的是很想他 玩游戏的时候 被甩就结了 腰扎到了钉子上 老师打通电话了之后 他其实有接过来 他在电话里哭了 我应该就能够意识到 他伤得很重 也没有第一时间去接他 每天都在开会 我也爱你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爱人在1月6号 顺产了一位男孩 六斤三两 在此感谢弟弟所有的同事 和司机师傅们 对于我爱人的 这个训练的大力的支持 我现在终于结婚了 祝福我吧 觉得当时最苦的一件事情 没有任何的预算 住宿也没钱 就住网吧里 他的路边打车 接着使用手机 去叫车的很有成就感 书租车团队是一个 简单 激情温暖的一个团队 我们经历的公司 从零到最艰苦的那个时代 未来无论有多少的困难 我想办法也就会 希望大家不要忘了 以前我们那些非常酸甜的 又非常幸福的那些画面吧 我就有一事还挺牛逼的 我们把司机审核外包的尊严下了 帮助解决了 流水通自家里的问题 我觉得弟弟和快递 应该是相互成就了对方 所以才有今天这么强大的 合并了 我们都是小鸡人 加油 加油 继续加油 超级喜欢用弟弟打车 你用弟弟打车见识多了 一定会带小孩 选择方式多了吧 出门的话也不用带信心 从没有变这个小橘子标之前 我都一直在说 我只希望那个弟弟把手 能赶紧把我们那个线路给开了 固承信的话 他就有时候会不接 我觉得这个要改善一下 我们开车呢 也不用和费力去 上次去找活儿 我还从朝起 出搜切CK 我激起CK 如果年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对你们的孩子说 国内的出行交通方式 是你看到的今天的这个样子 由你当年 你爸或你妈的一份 汗水跟努力 谢谢所有的小鸡人 祝大家都健康平安 心中充满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